1755年,清军兵分两路争讨准嘎,而汉达瓦西叛乱战争进行的比较顺利,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叛乱。 停叛期间创造了清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奇迹,阿玉西等律22,西图西达,瓦西叛军大营,直接导致叛军崩溃。 战后立下大功的阿玉西,受到乾隆的夹奖,战前投诚清朝的辉克布,首领阿木尔撒纳,也因参与清军平叛,给清军带来了大量官吴准嘎尔布的情报。 受到乾隆的奖励,被封为辉特汉双秦王拿双倍奉努,但是双秦王双倍工资也根本满足不了阿木尔撒纳的野心。 他投靠清廷不过,是想挤住清军的势力,达,败政,迪达瓦西,从而使自己独霸厄鲁特成为统领四部的大汉。 但是企图乾隆并不知道阿木尔撒纳的野心有如此之大,所以停定达瓦西以后,册封了厄鲁特四部的四位汉王。 以为末世大吉只留下班地,厄荣安和萨拉尔等人绿领五百清军坐镇,大军就颁失了阿木尔撒纳,颁是厄鲁特辉特部台籍。 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准嘎尔汉策望阿拉布塞外孙。 他先是帮助达瓦西夺取汉位,而后撞大自己的实力和达瓦西分平抗命。 结果在内红中不敌对手,就率不投靠清平,清朝停定达瓦西太乱,正好合了阿木尔撒纳的意。 1755年,在清军大部队前脚刚走没两个月,阿木尔撒纳就公开反清。 袭击伊犁,清朝留下的首将班地,厄荣安兵败自杀,大拉尔被扶,乾隆大怒,乌第二年正月,派定西将军侧冷和复江。 哈达哈绿军进伊犁平叛,大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由侧冷律领从巴里昆出发,被陆军由哈达哈绿领从乌里亚苏台,为乌金蒙古国的扎波汉省出发。 预保绿西路先封中了叛军缓兵之际,阿木尔撒纳逃往哈萨克,清军得伊犁空城。 阿木尔撒纳之所以逃亡,是因维杰龙在其反叛吃,出通过大封特封洛鲁特各部首领吃的叛军内部被分化,不少首领开始倒戈攻击阿木尔撒纳,再加上赶来的清军摆在阿木尔撒纳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好汉不吃眼前亏,天溜再说,测冷预保因一物战机,被车职查吧,达尔党阿杰替测冷,为定西将军赵慧威夫将进驻伊犁和俄国暗中勾结的阿木尔撒纳在冬天偷偷钱,回塔尔巴哈台 金新疆塔城地区,收集党羽,残部自立为汉,并向沙俄求援,条件就是永远臣服沙俄,赵慧在厄美扎拉图,金新疆乌苏西大败叛军在桑达石测灵部,1757年,为了彻底平定阿木尔撒纳叛军,乾隆再次调集,七千清军至巴里昆,定边将军成滚渣布,定边右傅将军赵慧各领一军兵分,两路沙向伊犁,清军一路追击阿木尔撒纳不敌,再次逃往哈萨克,哈萨克和阿布赖坡 无清军的威势,运行阿木尔撒纳建给清军,未能成功阿木尔撒纳逃往沙俄,但是过了两三个月就因得天花而病死在沙俄,其实,1745年嘎,尔丹策林死后,准嘎尔内,不,维征足统,之前内乱不止,已经有不少首领不堪忍受,律众归复清朝,没有像嘎尔丹嘎,尔丹策林这种强力的人物,准嘎尔已经不是跌坝一块,在1755年准嘎尔达,挖齐,叛乱被平定前,准嘎尔达,石达瓦不� 准嘎尔,萨拉尔,1750年绿众投青,1753年,杜尔波特部首,领策林,策林乌80,策林梦克投青,1754年,嘎尔乌,两海库木匠星,照这样的节奏,即使,乾隆不对达瓦齐,阿木尔撒纳穷追猛打,加以时日准,嘎尔也会不攻自破,不过这样太慢了,乾隆等不起,1955年,乾隆已经44岁了,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年活头,而且一旦出现无能的子孙继承了皇位,清朝出现衰弱的迹象,准嘎尔绝对, 不会错过入主中原的梁基,另外,在阿木尔撒纳死之前,乾隆皇帝曾派使和沙俄交涉,让其交出叛守阿木尔撒纳,但是被沙俄拒绝,沙俄本就和阿木尔撒纳一直勾勾搭搭搭,其目的,显然是寄予我新疆地区的广袤土地,在沙俄看来,阿木尔撒纳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他们侵占新疆的目的,盗手的肥鱼怎么可能交给清朝,当时沙俄真忙碌侵占中亚地区,一是疼不出手来,要不然早 就有对新疆所行动了,何况在康熙时期沙俄就针对我外东北地区进行殖民侵略,为此还和清朝乌1685年,1686年打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和沙俄勾搭了把尔丹乘机发动叛乱,迫使清朝为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和沙俄签定了,弥补楚条约,暂时稳住沙俄,乾隆是个有作为的帝王,对沙俄的野心非常清楚,为了大清疆山设计,必须,以雷霆手段,解决准杆尔的问题,若不赶快解决,等沙 沙俄从中亚腾出手来拆合进来,想再要解决就更困难了,好在阿穆尔撒纳得天花死了,沙俄顺水推舟将其尸体送排清朝,至此对清朝造成巨大威胁,困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长达67年的准杆尔部,中乌被彻底平定,而后乾隆救命人会是新疆地区的详细地图,将之纳入帝国掌控之中,可以说乾隆十大五公里,平定准杆尔,具有深远的意义,若不是乾隆反应迅速,以雷霆手段,平定达 阿齐和阿穆尔撒纳等叛军说不定新疆早已遭沙俄毒手,可惜的是晚清腐败无能,西域还是有大片领土被沙俄给侵占了